俄羅斯首都莫斯科紅場 今天舉行閱兵式 紀念魏國戰爭勝利78周年 出席閱兵式的俄羅斯總統普京 發表講話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蘇聯人民為消滅納粹 取得共同勝利所做的貢獻 將被永遠銘記 來自俄羅斯各軍種 各軍事院校的8000多名官兵 及軍校學員組成的 30多個徒步方陣參加檢閱 百余建地面武器裝備組成的方陣 隨後接受檢閱 當天聖彼得堡 葉卡捷琳堡 弗拉迪沃斯托克等多個城市 也舉行了勝利日閱兵活動 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 8日向位於首都阿斯塔納的 祖國母親紀念碑競獻花圈 9日很多哈薩克斯坦民眾 自發前往紀念設施前獻花 表達他們對歷史和先烈的緬懷 9日吉爾吉斯斯坦 烏茲別克斯坦等 舉行不朽軍團遊行 數萬民眾遊行 勉懷先烈 铭記歷史 8日法國總統馬克龍 向位於湘西利社大街的 戴高樂將軍雕像竟獻花圈 隨後 在共和國衛隊的陪同下 前往凱旋門參加紀念儀式 向無名烈士紀念碑獻花並默哀 呃